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tman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些 就是稍微把家裡的環境整理一下 那恐龍的部分呢,由於大型恐龍開始增加了 過幾集,或許我會把這裡蓋一蓋吧 就是讓這個恐龍有新的平台可以放置 那在這之前呢,我想要先整頓一下我的田 我的田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整理 像是肥料已經用完了 我們稍微放一點肥料跟大便 這三角龍是怎樣 這是跟牆搞GAS吧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啊 這不可以啊,不允許的,你知道嗎 實在是讓我覺得有點害羞 好不好 那我今天本來是打算要去抓冰飛龍啊 可是後來想想覺得,感覺有點難 因為 該怎麼說,冰飛龍 這洞窟應該是沒有這麼的簡單 就讓你獲得了吧 再來之後還要撫養 當然是獲得他一定是最大 最大的戰力啊,是沒有錯啦 但是呢,想想我現在身上的裝備 抗性夠嗎?進去會不會被凍死 這個我都不曉得 是不是,原來這可以堆疊喔 早說嘛 然後一堆未知數 種種的未知數之類的 讓我就是有點不太敢衝刺 你知道嗎 有點表示害怕 呵呵 所以說我先稍微把周圍整頓一下 然後 烹煮鍋我可能會先暫時擺出來 因為到時候我們要烹煮一些 呃,比如說飼料啊 或者是一些 呃,耐力,耐力湯啊 補血用的 都會用得到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種田了嘛 那我們這次好像是種 檸檬跟胡蘿蔔是不是 到時候還要種馬鈴薯 齁 那些需要那些材料 我們才可以烹煮一些道具 齁,我們才有用得到 那我先稍微把我的護甲身一下齁 我們今天穿鐵裝好了 我們要把我們皮裝 就是暫時封印起來了 齁,我們已經要進入 就是鐵製時期啦 齁,是還蠻快的啦 不過呢 齁,抓一些恐龍跟一些探索之類 我們都還沒完成 所以說我覺得這系列應該還可以再久一點 好,抱歉 肥料慘得有點慢 我們暫時使用大便來填補一下齁 暫時使用大便來填補一下 暫時使用大便來填補一下 好了,全部都種好了吧 我們看一下 嗯,可以 我們先上去吧 來吧寶貝 然後我們來蓋一下烹煮鍋 我們來試著燒看可不可以燒出補血用的啊 來燒看看好了 把這加油蓋在外面 好,抱歉 然後要做一下水袋 水袋的話我們缺纖維 去採一下纖維 來 燒看看可不可以燒出補血用的 到後面非常的需要補血道具啊 那我們現在,我本來想要做玻璃瓶啊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水晶水已經都用完了 來,我們只好做個兩個 來稍微補一下 去提一下水 去提一下水 痛痛得 然後我看那個網路上的攻略 做這個 做這個治療藥水的話呢 他是要什麼啊 治療藥水 來,這個水先給你 然後 紅色果實跟 兩罐 兩罐麻醉藥 來,紅色果實 這邊超多的欸 還是不要拿這裡的好了 我們去找我們的雷龍哥拿一下好了 雷龍哥稍微甩一甩一大堆 雷龍哥您還健在嗎 您還在,您還在 這個小淘氣 小淘氣 讓我甩一下 好,非常好 好 好 就是,就是喜歡你這樣子 討厭 欸 對齁 黑果順便給我好了 呃 這些比較重要的都給我 拜 你的用處就是甩尾而已 沒屁用 喜新厭舊的傢伙 好了,我們來試著燒看看吧 據說燒個一分鐘就有水了是吧 呃 呃 丟進來 然後呢 茅草 來一點 一呆 嚇死我了 這樣真的有效嗎 我看一下攻略喔 對啊 20個紅色果實配兩個麻醉再配水 然後它上面寫說 呃 我想一下,它這邊沒有寫說燒多久欸 需要60秒的烹煮時間 是吧 好喔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我們多丟一點這個茅草給它 再試試看吧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燒出來之後 我們試喝一下 給我們的風神翼龍試喝看看 看它會不會補比較多 然後我們等一下稍微去下冰凍窟好了 不管了 我就是想要去冰凍窟 啊對了,在這之前我覺得我先去挖個金屬礦好了 好不 啊這邊有很多金屬礦 很可惜沒有找到水晶礦啦 水晶礦不知道在哪裡啊 我已經忘記了水晶礦在哪裡了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上來 上來錄影了 最近比較忙 來,找到了 就這裡 Yeah,1000個了 我們可以走了 之前有看到有留言說叫我要抓獅救獸啊 嗯,不是不行齁 只是呢 需要 需要蓋一個那個捕捉器齁 那個那個到時候再說吧 啊,我不太想要這麼早就抓到巨獸啊 飛龍的話 也不知道在哪個 那個洞窟 找到了也不見得 能不能夠順利的進入齁 有了燒出來了 燒出來了 只有一瓶而已 我突然覺得好好笑 只有一瓶 水袋就這樣子沒了 好啵 我們來幫風神異龍補一下齁 現在它的血呢 3014 嘿嘿,咱們來看一下3014 來 喝喝 蛤,為什麼?原來你不能喝啊 這只能自己喝是不是 那我做這到底是要幹嘛的 可以告訴我嗎 你還是乖乖的吃肉吧 所以說 恐龍類的不能吃我們人類喝的是吧 哇,可是我看網路上的資料 像目前只有這些 還是說這是舊資料 好 沒關係 之後再說好了 好 我今天準備幾隻麻醉劍 我要差不多出去稍微探探了齁 把我說麻醉劍都做出來好了 麻醉 在這裡 35隻 好幾隻 鐮刀龍 鐮刀龍 鐮刀龍我們都還沒抓到啊 我想要去抓一下鐮刀龍 走吧 順便看一下冰洞窟的位置 應該是往這裡飛行吧 沒有錯 看一下不對 是這裡 好遠的距離喔 怎麼這麼遠啊 點移動速度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稍微前進一下 看到什麼之後再把鏡頭轉過來 有啦,我們找到鐮刀龍了 我們要為上一集報仇齁 這隻一定要抓到 上一集沒抓到今天一定要 真的是不行這樣子啊 這個卡真的是屎料未擠啊 太棒了 我人生圓滿了 幹什麼 欸,想幹什麼東西 空氣沙發是吧 來,我看一下 應該是吃果實吧 咱們就稍等一下好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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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給你丟大腿肉 抱歉喔,太久沒有玩了 我完全都不太記得他們吃什麼了 我應該先丟個大腿肉 試一下水溫齁 來 通常大腿肉加比較多啦 他在這附近 他應該是沒有其他恐龍 會想要弄我之類的 阿琪,幫我守一下阿琪 相信你了 你都已經跟著我這麼久了 雖然我們前世的那個因緣未了 你又出現在我身邊 但呢,這一個輪迴 現在是你欠我的 上一輪是我欠你太多 你一直傷害我 這次呢 現在是你欠我 所以說你要保護我 知道嗎 阿怎麼不吃 果辣你是吃果實的 白色果實 阿絲 跟著我 他卡住了 卡住了 我們來解救他 來吧寶貝 帶你離開這是非之地了 來 這離我們家很近 來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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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夢寐以求的抓到鐮刀龍了 我的人生已經圓滿了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哎喲 這什麼 欸,這也是哪裡啊 哇,好大骷髏頭的 恐龍骷髏的那個遺骸 哪裡 說的這張地圖我完全都還沒全部逛完 我是飛錯邊的 的確我真的飛錯邊 飛這裡 我們還有最右側都還沒過去過 不過我覺得這樣最右側過去好像很危險 自己戰力不夠了 這樣根本是早死一種概念 我一直飛錯邊 受不了耶 這邊是對的嗎 這裡是錯的 我想要一直幫他點移動速度 這樣子我可以飛快一點 其實阿根廷飛的比風神一龍還快 但是呢 阿根廷不能抓太大的生物 這邊有水晶,我剛好很需要 我想要帶這些水晶回去 我就可以做望遠鏡了 不過這裡有一些很討人厭的恐龍 沒關係 我們有我們的鐮刀哥哥 幫忙攻擊 抓他 水 哇靠,攻擊好高喔 僅僅8211 811是怎麼回事 太中了吧 哇,這邊吃草耶 來來來,先帶水晶回去 不囉嗦阿 好了 這邊的水晶基本上都灌完了 好,我們不需要這麼多金屬 阿這是幹嘛 搖死你們 搖死你們 來,繼續齁 太好了 順便可以帶一波回去 太開心了 這邊是什麼 易特龍 這邊有遺跡耶 哇,這一群劍龍在上面是怎樣 生死邊緣嗎 生死浩劫的劍龍們 欸有黑曜石耶 欸有黑曜石耶 喔咬誰 哇,全部都逃跑了 救命啊 幫他配音,有沒有 還有黑曜石耶 好想帶回去喔 不過我們目前好像不太需要黑曜石 柯柯 看來我們這附近的資源其實也不會說很缺乏嘛 珍珠的話 打三葉蟲也是很多啦 我們附近也會生三葉蟲 其實也還好 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說我為什麼又回來了 等一下 我是要去那個地方怎麼又回來了 不要這樣搞我好不好 往這邊飛吧 看地圖顯示是往這裡飛沒錯 大概這裡,我有看到前面冰冰的 有沒有,那個就是咱們的雪山 記得某一集 我們要抓風神一龍的時候 在這個山上就看到了一個洞窟 有觀眾說呢 這個是 可以偷冰龍蛋的地方 真的如此嗎 來,沒關係 就算等一下冰飛龍過了 我們風神一龍也可以跟他尬一場 希望我不會死掉 拜託 我應該是不會死吧 我風神攻擊這麼高 血要這麼多 血多少 五千多是吧 五千五 應該是不會輸給飛龍吧 我看到洞窟了 那時候在這邊遇到飛龍吧 實在有點恐怖 那不管了 從來看就對了 裡面有很多長矛像喔 啊,才剛講就會自在那邊 應該有辦法直接咬死吧 來了,殺他殺他 殺他 單挑 單挑 我被冰住了 有解決,解決 這個萬惡的冰飛龍被我解決掉了 他有給我什麼東西嗎 我給我硫磺 好了,這邊都是有恐熊 一堆熊熊 石油 水晶 各種 我居然可以飛進來耶 超丟的 等一下,這冰凍庫好 好簡陋喔 這麼簡陋的冰凍庫 會有冰龍蛋嗎 還是說啊 不是在這裡 我們好像快沒體力了 先休息一下好了 屬於說這裡不會有冰龍蛋 我開始扣血了耶 我開始扣血了耶 果然這裡太冷了 應該我撐得住吧 我這邊還有這個 還有一瓶補血的 補自己用的 應該是不至於馬上死亡 好 來,我們更深入一點 企鵝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殺企鵝嗎 我要他的有機聚合物 可以拿來做我要的東西 太好了 就在這裡有企鵝 那個也是我們需要一些物資的來源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恐熊 我們先稍微探索一下好了 這裡如果沒有我們想要的龍蛋的話呢 我們這邊帶一隻恐熊回家好了 就這麼說定了 我們帶一隻恐熊回家 這邊是怎樣 各種恐熊耶 熊之洞窟 熊之洞窟 現在這個情形是 一定要有人走進去是吧 然後把這些熊給殺掉好了 避免我那隻被咬死 偷去死,偷去死 順便練一下經驗值 解決了 還有沒有殘檔啊 沒有了齁 沒有了殘檔是吧 沒有了吧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洞 我們風神一龍進不去 我親自登門拜訪一下 希望你不要死啊 拜託 你是我的生命的起源 你如果死掉了連我都掛了 知道嗎 他開始在回血 其實也還好 等一下攻擊力 個速度好了 Go 來我們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鬼東西啊 Come on baby 耶我走出來了 阿龍蛋呢 你看到長毛像 好了抱歉 我還以為真的有什麼料呢 看來要讓你們失望了 我還是走回去好了 所以說冰龍是用訓服的 還是直接取得龍蛋阿 可是我印象中 這些龍都是不能直接訓服的阿 都是需要用龍蛋來抓阿 奇怪了 不是阿 都是要用龍蛋去訓養阿 哪裡搞 好 怎麼可以這樣子欺騙我善良純正的心呢 蛤 怎麼會這樣 難道這裡也沒東西了嗎 有耶 這裡東西好多 恩 熊熊生氣阿 熊熊 熊熊生氣阿 好 算了 看來裡面好像沒有龍蛋 或許是在高山上才會有吧 到時候我們下次再研究 還是說如果你們知道冰龍蛋在哪裡 麻煩告訴我一下 下一集我要越級打怪阿 阿 我大地阿 嘿嘿嘿嘿嘿 大地藍跟羽暴龍其實我都還蠻想要 他走好快阿 為什麼羽暴龍走那麼快阿 超乎我的想像阿 嘿你好 哈囉 請你不要緊張 莫驚慌 別跑阿 7等的母的羽暴龍 為什麼射不到 OMG 你太靠近了吧 有了有了 這次有感覺了 我覺得他等一下會跑掉 咱們的暴龍跟羽暴龍也不錯啦 如果是這個暴龍站隊的話 羽暴龍就是一面的頭 怒吼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就這樣乖乖的讓我訓服你吧 就這麼簡單 他應該不會想要逃跑吧 如果這樣這就麻煩了 我得在短時間之內趕快幫你暈下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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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果然真的要跑了 跑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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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屁跑喔 追他 他 他卡在這裏了 笑屎人了 很會喔 他快要暈了阿 好笑阿 直接暈了阿 奇怪 我麻醉せて的效果 我麻醉劍的效果怎麼這麼強阿 來吧 直接丟大腿肉給你也不解釋 我們剛剛咬了不少大腿肉 應該是很好馴服阿 既然你現在在那邊躺著 我們來抓一下大地藍吧 40芝麻這件應該可以吧 他現在很兇 大地藍 大地藍不要 大地藍 NO 嚇死人了 嘿嘿嘿 嗨 我站在這裡打不到我 欸 耍寶阿你 在耍寶嗎 喔喔喔 你不會衝上來了吧 不要 喔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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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白痴 阿奇我不是已經幫你設定成被動了嗎 你為什麼 你真是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耶 我不是已經幫你設定被動了 你還我大地藍阿 氣死人了喜巴魯 算了 我們與暴龍站起來了 可以抓嗎 答案是不行的 霸王哥我們回家 先幫你帶回去再說阿 氣死我了 你在看哪裡阿 這裡阿 這裡阿 阿 還是好幫你點移動速度阿 哈哈 GoGoGo 我們看到我們的雷龍了 我們要回來啦 太好啦 來吧寶貝 歡迎回來 我們的新家 喔沒有啦 這是老家 哈哈哈哈 太好了 你終於有你的兄弟了 暴龍 霸王龍 你的兄弟捏 是不是 喔 他這次這個恐龍的AI做得真的很棒阿 被卡住會自己繞那個道路阿 真的超讚的 是不是 來 咱們的雨暴龍 欸 過來阿 87 87快過來 來來來 請你來這裡 OK 我們帶了我們暴龍回來了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找到我們的 冰龍蛋 冰龍蛋到底在哪裡呢 感覺好像不在那個地方 好像在某個地方吧 據說我們這家裡的附近 好像有龍骨的樣子耶 OK 算了 反正呢 下一集我們再看情況吧 好不好 下一集我或許 我會想要先蓋一下這個 恐龍的平台處阿 然後順便再蓋一個 讓風生意龍站的地方 明天可能都是建築阿 把一些東西蓋一蓋好了 那我先把一下這個東西全部丟裡面 丟完裡面開始燒 就可以結束這回合了 來 點木頭 我們需要更多的鐵 來吧 OK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成功的抓一些恐龍 那建築之類的 我到時候再想辦法 或許我要換個地方也說不定阿 那如果你知道冰龍蛋在什麼地方 麻煩你告訴我喔 如果還有什麼小技巧也麻煩你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掰掰 walked出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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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